請自行練習 並且完成這一題就可以 那這一題的話呢 我把它打開 這個先關一下 重新再開一下 因為我剛剛有把它改一些東西 那首先當然你要做什麼呢 一一打開它 不過這一題已經有公式在這裡 請你把它看完之後就刪掉吧 不過就是要理解啦 它已經有提示 跟你講說如果要完成這一題 它的邏輯非常簡單 就是把裡面如果有刮符 把刮符帶過來 但如果你不會用更快的方法 比如說用那個按鈕按下去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突發煉鋼 突發煉鋼其實就很麻煩吧 突發煉鋼你可能就這樣 這些如果沒有對不對 假如說你要做什麼 點兩下 Ctrl C Ctrl V C Ctrl C Ctrl V 可是如果這個資料不只九筆 可能是九百筆 九千九萬筆 那你怎麼辦 每天這邊點兩下 點兩下 點到頭都暈了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會用對的方法的話 其實還蠻快的 主要大概會有三個函數 可能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第一個就是MID MID前面有講過 從哪個字開始 抓幾個字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先練習 第二個如果你做完之後的話 就是在這邊複製一個 就如法炮製一下鋸齊 這個地方的話 請你錄製鋸齊產生兩個按鈕 兩個按鈕還記得吧 一游標放這邊 二打個勾 三箱下填滿 再錄製 所以我最後會希望說 這個範例裡面 就是有兩個按鈕 按下去就可以自動完成了 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是下個禮拜的作業了 然後呢上課的話呢 我有把影片錄下來 所以我也會在 可能這幾天會傳上去 會貼到POTO 所以如果細節假如你還是有點不太清楚的話 再自行觀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那今天的話 時間也差不多了 如果你今天這個作業做完的話 就可以預先繳交到POTO上面